是什么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还被父母拿着棍子追赶 原来就在刚刚德琳为了参加歌唱选拔比赛 偷偷将自家洗衣店客人的衣服顺走 不料路上惨遇交通事故并将客人的衣服弄坏 玄佑的左腿也随之受了轻伤 看着她只顾着心疼自己的单身 德琳上前质问玄佑这是干嘛呢 不料玄佑却回答她 为什么追着人家的车跑啊 应该要保持安全距离才对 德琳生气的回答 你在前面晃来晃去的又突然停下来 这不应该是你的错吗 不管怎样现在我很赶时间 赶紧陪我自行车修理费和衣服的钱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德琳一气之下踢了玄佑的自行车一脚 玄佑觉得遇上这种女人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刚想拿起手机打电话 却被德琳一把抢了过去 她扑通自己的手机 留下玄佑的手机号码定告诉玄佑 和你无法交流 我们就用法律来解决吧 殊不知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正是一位律师 而往后她将和自己的姐姐一样 喜欢上眼前这个男人 德琳拍下现场 还有自己和玄佑的照片以做证据 扶起单车匆忙离开 留下一脸猛逼的玄佑 当德琳赶到会场时 选拔已经结束 她气喘吁吁的向导演解释迟到的原因 导演告诉她 比赛已经结束了 你下次再来吧 说完便转身离开 德琳非常伤心大声喊着 真的太过分了 怎么就不能给我次机会呢 她狼狈推着脚踏车 一拳一拐来到公园 看着自己一身的伤 她越想越来气 绝对不能放过那个家伙 刚回到家便遇到客人来取衣服 德琳的父母生气的拿起棍子一勾 穷追猛赶 因为将客人的衣服弄坏 德琳的母亲只好拿出一百万 做出赔偿 客户却告知她的衣服价值远远不止这一百万 父亲急忙向客户道歉表示是自己没有好好教育孩子 看着诚恳道歉的老板 客户无奈只好拿起钱离开 而客户前脚刚走父亲便质问起自己的老婆 这钱从哪来的 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平时找你拿个一千块钱都那么抠嗽 德琳的母亲极力狡辩着 两人就因为此事小吵了一番 另一边 德琳因为害怕回家被父母教训 独自来到公园长椅上 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闺蜜 想着能去她家里借宿一晚 何曾想闺蜜却重色轻有 她告诉德琳 男朋友今晚来找她打牌 德琳一气之下挂断了电话 就这样 未来的流量明星凄惨流落公园 常以为传报纸违背过了一夜 隔天一早 德琳憋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 在璇佑上班时给她打了五百个电话 见璇佑不接电话又发去一千条短信 这才将璇佑召唤出来 为了让璇佑赔偿自己的损失 两人在餐厅又是一顿嘴炮 经过一番的你争我吵后 璇佑表示你不是有个律师家人吗 你不是要走法律解决吗 就这么办吧 德琳放下狠话 会让璇佑尝尝热门的滋味 璇佑这可不乐意了 自己从小到大还没被人这么威胁过 况且谁对谁错这一目了然 她觉得德琳这就是在碰� 如若在骚扰自己的话定不清扰 如若在骚扰自己的话定不清扰 在德琳没反应过来时 璇佑起身离开 德琳赶紧追了出去 却不慎摔倒 两人受伤的位置居然在同一个地方 真是该说什么才好呢 德琳来到卫生间清洗一番 看对右手的袖子破烂不堪 她索性将两边的袖子撕掉 为了自己的梦想她不会那么轻易认输 片刻后 德琳来到选拔会场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后 终于向导演求得一次补考机会 而她不知道的是 璇佑就是她的克星 就在她补考时 璇佑来到了比赛会场 这让导演不太满意 虽然德琳诚心的解释 刚刚是自己的疏忽 希望导演再给她一次机会 就算让自己留下来 当清洁工都愿意 但是导演并没有买账 就这样德琳再次错过她的明星梦 她气冲冲地走出选拔会场 一边念叨着 这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怎么三番两次都遇到璇佑这个扫把心 殊不知 璇佑竟和导演泰晶是朋友 想起之前德琳百般纠缠自己 她毫不犹豫地 让泰晶不要给德琳机会 这么一个鲁莽的女孩子 一点演员的样子都没有 依她看来 那个家伙在舞台上随心所欲 以后肯定会让你很辛苦 泰晶并没有回答璇佑 要不要录用德琳 以等会儿要去公演的理由 便慌忙离开 璇佑一副得意的表情心想 德琳这次肯定没戏了 泰晶一出门便撞见孔琳来找她 世界就是这么小 德琳的姐姐又和泰晶认识 看来她的明星梦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希望的 果然孔琳因为得知妹妹落选 主动找了泰晶一起共计满餐 就这样德琳因为姐姐的人脉关系 顺利被导演选中 成为剧团的练习生 外加剧团清洁工 打扫卫生跑腿活 都由她全权负责 虽然这差事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德琳乐在其中 毕竟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 而这对欢喜冤家 一天不见面就不自在 璇佑无意中来到舞蹈室 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就在她差点摔倒时 两人上演了一场美女 就欧巴的狗血桥段 璇佑惊吓万分 本想言谢 转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德琳救了她 这要是换做别人的话 兴许璇佑会请她吃吃饭 一起打打牌之类的 德琳看见自己的一百万 一气之下 直接将璇佑扔了下去 不是冤架不拒头 两人一见面 是又谈钱又谈琴 面对德琳这样的女人 璇佑丝毫没有绅士风度 一把推开德琳 她扶着自己的老腰 向太金诉苦 为什么还是让这个疯女人来你这里 太金表示 不管德琳怎么飙悍 就先让她当练习生试试吧 两天都是好友 太金着实有点左右为难 毕竟还是得给璇佑一点面子的 太金警告德琳 如若再不做好自己的份内事 就赶紧离开 德琳为了自己的梦想忍气吞声表示 一定会做好的 而就在她贴海报时 璇佑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 这次她并没有和德琳一见面就吵架 而是一边说着德琳这么笨头笨脑 一边教她如何贴海报 哪知德琳并没有领情 刚缓和没多久的气氛瞬间又紧张起来 璇佑觉得两人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该到此结束了 你没感觉这样很烦吗 本想主动求得和解 却不曾想德琳并不买账 德琳决定明天带着自己的律师和璇佑见一面 一顿争吵后再次不欢而散 回到家后璇佑一边拿热毛巾敷着自己的老腰 一边打电话给德琳 德琳以为璇佑是害怕才打电话过来 一股盛气凌人的架势 璇佑受不得这种语气 气冲冲回了几句便挂断电话 却被来到她房间里的父亲知道 在父亲的眼里璇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快三十岁的人了还经常到处闯祸 她只希望能给璇佑找一个能力超全的儿媳 而以璇佑这样的个性 又怎会将婚姻大事交给父母来安排 隔天一早 璇佑的父亲和孔林谈着工作上的事情 交谈之余还不忘向孔林诉说 自己的儿子多么不让人舍心 好巧不巧孔林与德琳约定的时间到了 因为暂时没法抽身 璇佑等得不耐烦便匆忙离开 而在这时 孔林刚好到达约定地点 就这样他们错过了一次丁氏浅贤的机会 德琳对太经交代的事也非常上心 毕竟自己的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他努力在路边贴着海报 却遇到两个大叔上来搅事 德琳表示着你们的位置都贴满了 那我能怎么办 大叔一气之下将海报撕下 德琳瞬间脾气上来 质问这个游历大叔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一番中吵时 玄佑骑着脚踏车出现在他们面前 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律师 他容不得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他上前质问为什么要欺负他 何曾想大叔觉得他多事 直接给他吃了一记重拳 反应过来的德琳更加生气了 他脱下自己的鞋子 上前就是一顿猛搭了 油腻大叔觉得 疯女人不好惹两人落荒而逃 德琳急忙上前看男人的伤势 不是冤家不去投 两人难免又是一顿你争我炒 玄佑觉得为了他 自己被狠狠揍了一拳 牙都松了好几个 之前的事情应该一笔勾销了 自从遇到了德琳 他就没有一天好日子 膝带受伤了 腰也扭了 这回只不准还得装上假牙 德琳似乎感觉到一丝不忍 因为临时有事 玄佑慌忙离开 他带着唐帝尹尚贤 来到泰晶的剧团谈投资项目 当经过舞蹈室时 正巧看见德琳在认真擦镜子 他可能火气太重 鼻血都流了出来 玄佑深情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似乎觉得不应该那样对眼前这个女孩 当谈忙工作的事时 玄佑被动听的歌声吸引住 他不自觉地来到舞蹈室 拼着歌声表现出一脸的着迷 回到家后 他不禁回想起德琳歌唱的样子 不自觉嘴角泛起微笑 本以为这个冒事鬼只会惹事 没想到唱起歌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对时又有点伤感 他拿起抽屉里的照片翻看起来 曾经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 他和孔林泰经上大学 便有着一个梦想 那就是一起将自己制作的音乐剧发扬光大 而这个梦想在他这里却是痴心妄想 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 以至于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成全了父亲的要求 然而因为自己的疏忽 父亲看到了这些照片 玄佑大声表示 自己已经都听父亲的了 让我当律师我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当了律师后 连偶尔回忆下过去都不行了 您没有权利干涉我的回忆 就是因为这句话气的父亲 一巴掌甩了过去 这让玄佑气冲冲地离家出走 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第二天 就在泰晶剧团成员和堂弟引上弦聚会时 德林急冲冲赶往聚会现场 希望能得到导演的原谅 半路却被前辈耐力拦下 因为前不久德林偷穿他的表演服装 在舞蹈时歌唱被他不经意发现 这也惹得他对德林一顿反感 德林也因此被导演训斥并赶出剧团 而德林却有着打不死的小强不服输的精神 他努力地继续做着又辛苦又累人的杂物 希望泰晶能给他留下来的机会 却在这里受到了前辈的百般侮辱 那力丝毫不给他脸面 正好被玄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德林眼泛泪光拳头握紧 强忍着不去反抗 他知道是自己的错 再去强行解释也于事无辜 德林伤心地转身离开 而玄佑则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自己的事没解决 又迎来了泰晶和堂弟的冲突 泰晶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导演 因为堂弟是投资方 他决定将著名的音乐剧引入 让泰晶改进从而二次创作 这也引来了两人意见不合 在众人面前 泰晶一顿发现后气愤离开 玄佑在回家的路上偶遇德林 他上前向他打招呼 德林表示今天他的心情很不爽 让玄佑不要招惹他 说完便要离开 玄佑一把拉住他并告诉德林 都说脸就是武器 你一个人走夜路就不害怕了 要不我就大发慈悲在你一城吧 见德林不愿意他又故意恋他 我刚刚经过的时候 看到有个人在跟踪你了 这不说还好 一说就把德林吓得不轻 见玄佑骑着车要走 他慌忙叫住玄佑 玄佑偷偷露出得意的笑容 路上德林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衣角 玄佑则是让他要抓紧了 摔倒了我可不负责任 他很惊讶今天德林 为什么没有开口向他要钱 得到的回答是有时候也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便是他的梦想他的舞台梦 玄佑又问德林 你的家人不反对你吗 又不挣钱还光受罪 德林只是告诉他 父母反对他也会坚持下去 他的梦要问自己才能得到答案 即使此时他的梦想被别人贬得一文不值 但是他也要努力把它实现 因为这个梦想是属于自己的 谁也不会替自己活一辈子 玄佑听完这些话并没有再说什么 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曾经也有这么一个梦想 但是他把它弄丢了 隔天一早 德林来到舞蹈室时看见一地垃圾 心想着又是谁把垃圾扔在这了 却不小心坐到了在这里过夜的玄佑腿上 他被吓了一跳 因为玄佑离家出走没有地方可去 所以暂时在舞蹈室将就了一晚 德林慷慨分给了他一部分早餐 玄佑问德林 你不是被辞退了吗 怎么还来这里 没有自尊心吗 德林反问他 你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吗 没有东西可失去的人 我除了梦想没有其他可以失去的了 所以我不害怕 所以你要坚强下去 没有什么比没有梦想更可怕的事 在他眼里误以为 玄佑是因为丢了工作才这么落魄 到了上班的时间 玄佑慌忙跑出舞蹈室 这也被刚上班的前辈看见 他误会是德林把陌生男人带到舞蹈室 对德林就是一顿劈头盖脸 并骂他是一个垃圾 这让德林无法忍受 眼含泪光的让他收回那句话 那丽并没有理会他 很快导演便知道此事 这次泰晶没有再容忍他 吩咐德林马上走人 他不想再看见他 德林伤心的在剧团门口哭泣 从小到大他从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到了晚上德林向姐姐诉说着自己的苦 这次他真的被辞退了 姐姐不以为然的表示 你之前不是不想走捷径吗 德林这次真的太伤心了 他想要成功 让那些讨厌他欺负他的人看一看 看着妹妹哭得如此伤心 孔林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德林觉得自己受的伤害太多了 所以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如果就这么放弃了 他害怕自己的未来会变得更加糟糕 他想成功给他们看 孔林心疼的安慰着妹妹 是啊 不是所有人的梦想都能实现 失望和不完整才是他的一大部分 而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努力让他美满 没有缺憾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份坚持被璇佑看在眼里 当璇佑得知德林因为自己 被泰晶臭骂一顿赶出剧团 璇佑在泰晶面前说了许多德林的好话 让泰晶再考虑一下留下德林 有梦想的人运气都会差的 德林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再一次转机 导演泰晶打电话召回德林 因为剧团里一个成员出了交通事故 泰晶正愁没人顶替他的位置 璇佑几次听到德林优美的歌声 再加上因为自己 他才被赶出剧团 他极力请求泰晶让德林留下顶替位置 泰晶主动向德林道歉 德林的一腔委屈才得以释放 泰晶让他现场唱一段 为了指示看一下他的实力 泰晶打断 德林告诉他 明天开始要参加晚上的演出 一旁的成员纷纷鼓掌 奈利却一脸狠近看着他们 德林感到非常惊讶 同时也无比开心 自己的努力并不是没有用的 一听到这话 奈利边反对边来到导演身旁 是谁都可以救他不行 太经由不得他无理取闹 大声向其他成员宣布德林 顶替真儿的位置 并吩咐德林尽快去把那些海报贴完 这也引来了耐力的极度不满 有他就没有我 他放下气话愤怒离开 德林努力的工作从白天贴到了黑夜 终于将这些海报贴完 然而他并没有回家休息 他要更加努力练习 就在德林在舞台上忘情歌唱时 玄又躲在舞台后面和他对唱起来 而德林却找不到声音的源头 结束时才看到尚贤从舞台背后走出来 两人四目相对 尚贤突然咳了一声 这让德林误以为和他对唱的就是他 本想开口问却被尚贤打断 原来尚贤是来这里找人 然而事与愿违 德林一心想着练习 身体扛不住并倒在地上 马上就要开始表演玄又 却看不到德林的身影 于是他跑去寻找德林 一番寻找过后 发现他躺在地上 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玄又慌忙将德林送往医院 医生告诉他德林目前发着高烧 当问到他是不是德林的亲人 还有德林叫什么名字时 玄又一问三不知 很快医院便联系到了德林的家人 玄又也因为临时有事匆忙离开 德林醒来后 得知是一个男人送他来医院的 一想到还有演出的事 他顾不得自己还发着高烧 慌忙赶往演出现场 此时姐姐也正好来到医院 德林来不及向他解释 只是让姐姐尽快将自己送到演出现场 老天眷顾可怜人 他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 孔林看着台上深情对唱 此时的德林像星光那样璀璨 他眼泛泪光 回想起之前妹妹哭着对自己诉苦 他替德林感到开心 演出完美落幕 因为德林并不认识尚贤 又误以为是尚贤将他送去医院 德林专程来向他道谢 再加上之前舞台上情歌对唱的事 理所当然的想和尚贤约会吃饭打打牌 一旁的玄佑看到这一场面 心里是那一个气啊 他想不通为什么德林会约尚贤吃饭 当德林走后 他急忙尚贤询问情况 玄佑可不想德林 这颗好白菜被自己的堂地滚了 当听到尚贤认为 德林是想通过他来上位时 玄佑气冲冲表示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这突然就要请他吃饭 换做其他人难免也会怀疑是这样 很快玄佑就气愤来到德林面前 刚才来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 你为什么要请陌生人吃饭 德林感到莫名其妙 这关你什么事呢 我只是要感谢他 我们有着你不知道的事情 这让玄佑瞬间来气 略带嘲讽的告诉他 就算在内也要凭自己的本事 年纪轻轻的要是通过别人成功 那样可是会被人笑发的 就因为这一件事 玄佑这一整天都烦躁不安 泰金和他谈公事时心不在焉 开会时也心不在焉 他来回在办公室里走动 终于忍不了便拿起电话打给德林 作为他的好大叔 他有义务交一下这个涉事未生的小女孩 不能随便和陌生人吃饭 德林不耐烦地表示 为什么你总是要干涉我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是这句话里代表着玄佑满满的醋意 第二天一早 德林盛装打扮 不仅穿了漂亮衣服 看见梳妆台前姐姐秀琳没佩戴的暗环 顺手就比划一下 差点没被自己没死 而玄佑满心焦虑 时不时看着时间 他决定去看一下德林的情况 来到剧团时才知道今天剧团没有演出 所以泰金给他们放了一天假 听说泰金要出去约会 玄佑气不打一出来 决定去当他们的电灯套 谁曾想泰金约的却是秀琳 正巧此时碰见尚贤和剧团会长来餐厅吃饭 玄佑感到惊讶 你小子不是中午有约了吗 怎么又约了别人在这里吃饭 原来尚贤压根没有把约会放在心上 正好碰上要和会长谈事情 所以才来到这里 玄佑差点没被气死 你这人真是的 又想到泰金和秀琳就在一旁 刚要说出来的话又憋了回去 她一想到自己的小娘子被人放了鸽子 慌忙向泰金和秀琳道别 德琳很惊讶玄佑怎么会气喘吁吁来到这里 玄佑只是表示 自己来这里要见个人 正巧看到你了 你今天是来相亲吗 怎么穿得这么漂亮 德琳得放了鸽子一脸的不爽 你管我 该干嘛干嘛去 玄佑则是假装可能来晚了要见的人已经走了 说着就要请德琳吃饭 德琳心情不好 看到玄佑就觉得反胃 拿起包便准备离开 却被玄佑一把拉住 两人在你请我能拉着之时 德琳的耳环掉落在地上 反应过来的他一把推开玄佑 气冲冲便转身离开 玄佑想不通自己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那么在乎德琳和谁吃饭 德琳在路上碰见上弦 两人客套聊了几句 却被正巧路过的内力和会长撞见 内力原本就看他不顺眼 这下成见更大了 认为他之所以能争取到角色 都是靠美色勾引导演的朋友 于是对着他就是一顿数了 言语间透着面舞 那力口中所指的人是上弦 但德琳却想到了另一个人 这不操作下来 让他歪打正着 得知帮自己求情的人是玄佑 他回想起之前在宾馆门口看到玄佑 这让他误认为玄佑是一只鸭王 正巧玄佑将捡到的暗环还给了他 并表示要找个暖和的地方 有话对他说 德琳不得不联想到一旁的宾馆 玄佑感到莫名其妙 拉住他想要问清楚 德琳却回答他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不想再看见你这种不纯洁的人一分一秒 后来又看到黑帮小弟喊着玄佑大哥 德琳再次误以为玄佑是黑帮老大 两人见面时他表现得唯唯诺诺 当玄佑问到德琳叫什么名字时 为了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名字 随口便告诉他自己叫孔正姿 在玄佑出去接电话时 德琳又意外发现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他慌忙离开 这天玄佑送秀琳回家 正巧看见德琳 想着上去和他打下招呼 谁曾想 德琳边喊着痞子边用力跺脚慌忙逃跑 玄佑一边忍受着剧痛 一边大喊着 你给我站住 你这臭丫头死定了 我绝对不放过你 就因为这些误会 让德琳不想与玄佑有半分瓜葛 正巧德琳出来时 遇见玄佑 所有的负面情绪一触即发 他质问玄佑 是不是你为了我去找太精求情的 玄佑单纯的想帮他 却换来了德琳对他更加反感 德琳独自坐在长椅上哭泣 正巧遇见刚谈忙工作的上贤 他告诉上贤 不想继续待在那个剧团了 没聊多久就看到玄佑气冲冲走了进来 玄佑大声质问 上贤正不正常 待他在这里做什么 他愤怒拉起 德琳赶回剧团 德琳表示 自己不会再上这个舞台 因为你我现在变成了空降兵 玄佑感到莫名其妙 自己只是向太精推荐你 有那么严重吗 他没有想到德琳竟然如此讨厌自己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太精大声质问 你这是在做什么 没有时间了 快换上衣服准备上台 德琳告诉他自己不会上台的 不是凭我的实力争取到的角色 我怎么上这舞台 太伤自尊了 我不会再演的 德琳无言以对 确实是自己犯的错 太精吩咐他尽快换好衣服上台表演 并询问玄佑是对他干了什么坏事 以至于德琳把你当成老皮 玄佑还在气头上又感到莫名其妙 他决定今天就和德琳做一个了断 舞台上的德琳依然是那颗璀璨的星光 动人的歌声万妙的身姿让玄佑如痴如醉 以至于忘记了今天他还有个重要的饭局 演出完美落幕 刚到办公室那里便又开始作妖 这次的事件引起了会长的不满 他觉得德琳是存心想把演出搞砸 如果不想在这里做就给我滚出去 德琳靠着女主光环再次得到救兵相助 少贤主动请求大家原谅他的过错 是自己的疏忽 将德琳带出去谈事情 却因为半路车子抛锚 所以没能及时将他送回 这应该是我的错才对 因为是投资方 会长总是要给他一个面子的 借此机会太精也郑重向大家表示 德琳是我亲自通过面试决定让他演出的 我认为他有这个实力 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德琳眼犯泪光 他向太精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外面等待多时的玄佑叫停德琳 上贤提出要送德琳回家 玄佑却表示自己有话要和他说 你就不要瞎掺和了 谁曾想德琳拒绝和他交谈 上贤就这样当着玄佑的面拉着他离开 差点没把玄佑气个半死 第二天一早玄佑来找太精谈事 却在办公室内遇到德琳 他想了一晚上 确实有很多事情很对不起他 玄佑心想 这小妮子睡一晚觉就长大了 来说说看 你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的 他低声下气主动承认错误 为了只是让玄佑不要再折磨太精了 这让刚气消的他感到非常无语 他也不想再解释什么 为了消除两人的误会 太精吩咐德琳将文件送到新华律所 而这正是玄佑工作的地方 德琳没有想到玄佑居然是一个律师 同时他也感到疑惑 黑帮老大怎么能当律师呢 这让玄佑感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总认为他是黑帮的 德琳把自己当时所看到的画面描述了出来 而且还有之前所看到的判决书 看到正是桌面上这个文件 他定睛一看 上面写着辩护律师普玄佑 那么就是说 你不是被告而是律师 原来德琳把自己当成黑帮老大 还想象成了强行打牌惯犯 德琳想继续解释来着 玄佑却起身呵斥他滚出去 一想到他把自己当成那样的人 气就不打一处来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上贤正好此时走了进来 三人六目相对 德琳感到心许尴尬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就给别人按上身份 上贤一听他说 把玄佑误认为是黑帮老大 不厚道个笑了 同时玄佑也在上贤的口中得知他的真理 被问到是对德琳有感觉吗 忽然怎么会那么在意他 玄佑死鸭子不承认 看似非常讨厌 实则爱的苗子已经生根发芽 而德琳心里也不好过 原来自己一直在误会他 这一整天他都心不在焉 这让太精很是生气 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德琳做的不好 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太精去秀琳家登门造访时 意外发现德琳是秀琳的妹妹 而姐姐知道妹妹的脾气 她不想靠关系获取成功 所以让太精帮自己保守秘密 但是终归是自己的妹妹 也不好意思的拜托太精多多培养她 玄佑回想起之前德琳对她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越想越生气都没法工作了 因为真心的付出法案被误会 感到严重被侮辱的玄佑打电话给 德琳要求见面 见面后玄佑把一百万给了她 不管之前谁对谁错 她都不想再纠缠下去了 像她这样的人玄佑也理解 是多么缺钱才会这样做 很同情你 你是怎么活的我没办法管 小小年纪心里怎么会那么扭曲 而这番话其实也只是玄佑的气话 这天玄佑喝得烂醉 回到家后挖忙问她到底怎么了 玄佑只是拉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这还没开始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她的心凉凉的 随口便答应了妈妈的相亲安排 第二天一早 德琳听海报完正好遇到上贤 上贤本想请她去喝杯咖啡 但是德琳因为等会儿要去医院只能拒绝 这让上贤感到疑惑 自己何时被她去过医院 德琳这才得知自己一直认错了人 来到医院后经过护士的调查 这才知道原来当天被她来医院的是玄佑 她没有想到当初和自己不是冤家不惧头的男人 在这段时间里默默的为她付出了多少事情 回想起自己之前那么刻薄 误会 甚至不想再看见玄佑 她的内心感到无比自责 很快她便来到律所 表明自己才刚知道是你带她去医院的 因为误会那个人是上贤 所以之前才请她吃饭 并想把那一百万还给玄佑 谁曾想在包里努力翻找也没有找到 正在气头上的玄佑 当然不太愿意相信她的话 只是觉得她是在骗自己 她并不想要那个钱 说着便让德琳快点离开 德琳突然想到可能是落在家里了 她告诉玄佑明天一定拿给她 而这钱在妈妈整理房间时就被她拿走了 因为误以为是德琳发工资了 他们一家人晚上加餐吃肉 德琳知道后赶回家 向妈妈要回那一百万 妈妈却以为她是发了工资 不愿意上缴 当听说这是赔偿之前 德琳弄坏的衣服时 妈妈更加不愿意拿出来了 德琳只好作罢 回到房间后 姐姐问她报告结果如何 德琳只是表示自己也没有细看 这也引起了他们的疑惑 两人一起来到父母房间 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父母的血型明明是B型 为什么德琳的血型会是B型 这让他们的脸色瞬间变了 父亲演示着表示 血型有什么重要的 最近不是经常出现 检查结果出错的事情吗 他们的一举一动让秀琳察觉到一样 叮嘱着让他们也去做一下 在咽血检查 回到房间后 德琳疑惑的问姐姐 家里是不是有着什么绅士的秘密 秀琳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紧接着德琳调侃道 如果有绅士秘密 那肯定是姐姐 你看啊 姐的脑子好学习好 咱家里哪有什么聪明的人了 画面一转 他们的父母今晚却迟迟未睡 两人担心 孩子总是追着问 这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事情往往越担心就越来什么 秀琳回想着昨晚的谈话 还有之前和泰晶一家人吃饭时 泰晶的母亲说过 秀琳这么温柔贤惠 好像没有随父母的性格呀 这让她越想越不对劲 不管如何她要问清楚 可无遮拦的姑母却说热了嘴 原来并不是秀琳不是亲生的 而是自己的妹妹德琳不是亲生的 德琳还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你们的父亲抱回来了 秀琳的父亲大声喊着 让她赶紧闭嘴 而孩子长大了 终归是要让他们知道的 当年你的父亲被诈骗后 家里就破产了 而德琳就是那时候被她抱回来的 当时说是朋友的女儿 而德琳的亲生父母早已去世 秀琳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房后想起和妹妹的点点滴滴 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 德琳回到家后 便开心地和姐姐分享 今天所遇到的事 秀琳不敢过多看向妹妹 她甚至后悔知道妹妹的身世 而往后的日子里 却因为一些事 让他们姐妹的关系变了质 第二天德琳和玄佑 开开心心拿到了第一份薪水 两人相约一起去给家人买礼物 而就在家门口 德琳意外听到父母和公母的谈话 这才得知自己 并不是他们亲生的 姐姐此时正好回来 德琳强忍着泪水进了屋内 看着大家都喜欢她买着礼物 妈妈在念她写的卡片时 她的眼泪偷偷流了下来 养育自己二十多年 却在此时知道自己的身世 这让德琳一时无法接受 躲在厕所偷偷哭泣 德琳上班时无精打采 那琳因为衣服被弄坏 误以为是她搞的鬼 两人在化妆室内吵了起来 本来心情就很糟糕 这一次她没有选择隐忍 强有力的回对回去 身为前辈的她 处处针对晚辈这项话吗 那琳气不过给了德琳一嘴吧 德琳感到非常委屈 跑了出来 玄佑见到她伤心的样子 追了出来 伤心难过的德琳 扑倒在玄佑怀里 不明情况的玄佑 看着非常心疼 说着便要去找那立算账 德琳立马制止了她 玄佑只好苦口婆心的 劝德琳要振作 她理解受了委屈 谁都不愿意 但是即使在难受 也要坚持下去 因为你还有一个 支持你的导演 还有那些喜欢看你表演的观众 做好自己 让那些看不上你的人 心服口服 演出完后 少贤正好遇见 准备回家的德琳 见她心情不是很好 于是两人一起 去吃夜宵喝了点酒 回到家后 已是醉醺醺 姐姐听到动静 将妹妹扶进房地躺下 德琳却对她说着奇怪的话 姐姐真好 你真的很好 我爱我的家人 但是我的心好痛 这里真的要痛死了 秀琳担心的询问 是不是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一定要告诉姐姐 德琳却突然问她 姐姐 我真的是你的妹妹吗 说完便睡着了 德琳的父亲 还在房外一脸担心 秀琳把妹妹所说的话 告诉了父亲 母亲却表示 每次挨骂了 不都是说这些话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只有父亲察觉到了 德琳的不对劲 第二天 德琳依然心不在焉 回想着之前 公母和父母在 吵嘴时所说的话 她决定找公母问清楚 见面时德琳便直奔主题 问起了这件事 公母听到后 感到非常惊讶 为了掩盖真相 她表示 德琳肯定是听错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说完便慌乱起身离开 玄又主动提出 愿意当倾听她心声的人 德琳伤心地表示 我最亲爱的父母 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玄又这才知道 这段时间 德琳心情不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琳知道 家人都是刻意地瞒着她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玄又表示 父母一直没告诉你真相 是因为爱你吧 要是知道你这么彷徨 你父母的心会多疼 很快八卦的姑母 就将德琳 可能知道身世的事 告诉了家人 一家人商量着 要怎么面对德琳 母亲表示 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但是她一直是如己初 辛辛苦苦养育二十多年 如果让她知道真相 往后的日子 我该怎么过 从小到大 姐妹俩从没有区别对待过 虽然经常责骂她 但是那也是为了 让她变得更好 从来都不是因为 不是自己的亲女儿 才会那么严厉 不嫌事多的姑母 又没精脑子地表示 经常看到你折磨她 话没说完 就被德琳的母亲对了回去 我是折磨过她 但是那是因为 她是我的孩子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情 说着说着 情绪越发激动 她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德琳的日子 自己该怎么活 德琳的父亲认为 孩子长大了 还是决定 将德琳的身世告诉她 她偷偷来到剧团 看到德琳在舞台上 像是一颗璀璨的星光 回想曾经的点点滴滴 她欣慰地笑了起来 自己的女儿 不知不觉已经长大了 她想过 总有一天 女儿会知道这件事的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如果可以的话 她不希望这天的到来 德琳的父亲 将这件事一五一十 告诉了她 德琳知道后 泪泪满面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莫 过于如此 生身之恩大于人 养育之恩大于天 更何况德琳的家人 从未将她视为外人 母亲更是害怕 德琳知道后 失去这个女儿 隔天 德琳便带着午餐来找玄佑 因为之前 说好要把一百万还给她 但是又阴差阳错 被母亲收入囊中 她只好给玄佑做午餐抵战 经过这几天的事 德琳才知道自己的家人 有多爱她 玄佑也为她感到高兴 因为玄佑吃得太快 不小心咬到了德琳的手指 她心疼地拿起小手 看了想 然后温柔地用嘴巴吹了吹 并向德琳表示道歉 两个欢喜冤家的关系 在此时发生了变化 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夫妻无缘难成家呀 德琳回想起白天的场景 也是暗自窃喜 这被一旁的姐姐发现 秀琳质疑 为什么还要见那个人 不是之前觉得 那个人是流氓骗子吗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德琳却反而说起了好话 她觉得玄佑还是很不错的 更是觉得她看着 挺善良也挺可爱的 秀琳笑着表示 德琳今天有点奇怪 德琳怕她再问下去 害羞地表示自己 要去洗澡了 看来这是准备 开始恋爱长跑了 双向奔赴的爱情 亦是如此 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而玄佑因为之前喝醉 答应了母亲安排的相亲 尽管现在她百般不愿意听从安排 但也拗不过自己的母亲 第二天玄佑便来找自己的机友太惊诉苦 这正好被德琳听到此事 对方是大学校长的女儿 德琳的心情瞬间低落 玄佑见德琳迟迟迟未走 调侃道 你是在这里等我吗 尽管德琳百般否认 还是被玄佑看出端倪 紧接着又表示 相亲不是嫁不出去的人才去的吗 见她不是很情愿地 祝自己相亲成功 玄佑得意地问道 是不是在嫉妒 你喜欢我吗 如果不喜欢我去的话 那我可以不去的 刘琳要强的性子当然不会承认 心虚地表示 你去相亲也好 结婚也好都和我无关 而女人总喜欢说反话 在练习室内 她的脑子里都是玄佑要相亲的事情 大学校长的女儿 原来玄佑是和这样的人相亲 这让她心里有点发慌 左思右想决定打电话去问一问玄佑 在相亲现场 对方首先表明态度 双方都是被父母逼着来的 商量好 怎么回去交叉吧 这样才不会有麻烦 玄佑可巴布的这事 能就此了结 表示让女方直接对父母说 那个男人我不喜欢 我看不上他 以后也不想继续交往 女方却认为 如果这样说的话 你能受得了吗 就因为玄佑如此态度 也引起了她的好胜心 是什么样的女人 能让她毅然决然放弃我 没种什么鬼啊 此时德琳已经按捺不住 没等德琳不问 玄佑便急着挂断了电话 德琳回到家后便询问姐姐 相亲后就会马上结婚了 听到她要去相亲 突然变得很失落 秀琳表示 如果相亲就马上结婚的话 那样世上就没有单身狗了 第二天德琳在给玄佑做午餐时 被奶奶发现 她猜到德琳有喜欢的人了 尽管德琳并不承认 但是到了奶奶这岁数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是没见过 一看到最近德琳的一举一动 便能猜到她的心里在想什么 玄佑打电话给德琳表示 今天外面太冷 就在她的办公室就餐 此时相亲女不请自来 想要请她共进午餐 并表示昨天已经和父母说了 父母想要我们继续深入了解 玄佑表明态度 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白富美并不介意 在她的字典里 只有我喜欢就行 德琳此时正好赶到办公室 在不清楚的情况下 以为是玄佑的客户 白富美则误以为 她是送外卖的 玄佑则是毫不客气的 告诉白富美 这是要和我一起吃午饭的人 对不起 我有先约了 白富美被拒绝显得有点尴尬 背起包看了脸 德琳便离开 追都追到办公室了 这让德琳心情瞬间不美丽 这小心思被玄佑拿捏得死死的 吃完午饭后 玄佑骑着自行车 想要送德琳回家 德琳却表示 不用劳烦大驾 这可犹不得她 之前你那么喜欢坐别人的车 这是嫌我的自行车不够档次吗 见诱不过玄佑 德琳只好答应 玄佑吩咐德琳抓好我 摔倒我可不管 说着便将德琳的双手 拉住搂在自己怀里 德琳露出初恋般微笑 两人亲密的举止 正好被上嫌看见 在这段时间和德琳的相处下 她也对德琳有了感觉 心里满满的醋意 德琳还在抱怨玄佑说话不算话 说好的晚上要去看她的表演 结果她等了一晚上也没有等到 她心想肯定是去和那个白不美约会去了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吃着碗里的响着锅里的 正当上嫌来到化妆室时 她误以为是玄佑来了 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下班后 德琳迟迟没有离开 傻里傻气猜想着玄佑没有来的原因 上嫌来到她身后都没有察觉 上嫌并没有告知 玄佑和自己是堂兄弟 说来也是两兄弟同时喜欢上一个女人 这要是让德琳知道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想 随后上嫌动起了歪脑筋 她询问德琳是不是喜欢玄佑 如果喜欢她的话 劝你早点放弃 德琳感到疑惑 上嫌表示玄佑的父母已经给她选好了另一半 她的父母对她的期望很高 希望她和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结婚 德琳不想再听下去 礼貌性的打断上嫌说话 到完别后便下车准备离开 却正巧碰到玄佑出来 德琳感到疑惑 玄佑怎么会在自己家附近 她不知道的是 今天姐姐心情不好 因为看到玄佑去相亲 晚上就约了玄佑想告诉她 自己暗恋她好久了 可是见面时却难以说出口 只是不断暗示着玄佑没有眼力见 不明白她的心 没过多酒便喝得太多 玄佑害怕她喝了酒回家不安全 只好送她回家 顺便见见秀琳的家人 谈话见秀琳的家人才得知 原来自己的女儿一直是单相思 玄佑一直把秀琳当妹妹看待 而她们不知道的是 玄佑喜欢着自己的小女儿 就这样玄佑出来十一道 上贤送德琳回家 见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坐着堂地车回来 玄佑满脸醋意拉着她责怪起来 德琳误会玄佑是刚约会完路过此地 两个醋坛子没聊几句 就不欢而散 德琳一早便在外贴着海报 突然背后一双手拿着一个耳套 戴在她的头上 德琳回头一看 原来是她的大猪皮子 玄佑表示德琳真的漂亮 但因为戴着耳套 德琳并没有听清楚在说什么 玄佑只是告诉她 我是在说你真的很丑 看来口是心非 也并不是女人的专利 本来德琳要拿下来 却被玄佑制止 并告诉她 如果你不戴的话 我会天天说你是丑八卦 见德琳准备继续贴海报 玄佑立马上前帮她 因为两人距离太近 再加上昨晚的事 德琳一直让玄佑离自己远一点 两人的关系在此时又近了一步 在别人眼里 这个礼物也许有点普 但是德琳却特别喜欢 因为是玄佑送的 正在练习舞蹈时 见到玄佑来探望 也会偷偷小懒 两人此时就差捅破那层纸 有点情到农食人自罪 爱到深处心不悔那味了 吃饭时看德琳一直戴着耳套 身后的人都投来一样的眼光 玄佑让德琳将耳套摘了吧 她觉得有点丢人 别人都在看着他们 德琳反倒不愿意了 让一直戴着的人是你 让摘掉的也是你 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做什么 说着便生气摘下耳套 玄佑起身直接扶起她的下腹 随后缓缓靠近德琳 德琳瞬间感觉气氛不对劲 她不会是想亲自己吧 这让德琳无比紧张 谁曾想这大猪蹄子 并没有满足自己 只是拿起纸巾 帮她擦了下嘴唇上的酱汁 还不忘告诉她 好好擦干净你的嘴巴 什么女孩子 这么不利索 德琳顿感失落 这是干啥呢 气氛抢过纸巾 自己擦起了嘴唇 玄佑还调皮表示 你怎么突然脸那么红 不会以为我是要亲你吧 德琳怎么会承认 是自己想歪了 急忙否认拿起筷子 继续吃了起来 她经过路边摊 想着买份礼物 当回礼送给玄佑 一眼就相中了一副手套 玄佑向秀琳 告知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她感到不可思议 误以为玄佑这么快 就喜欢上相亲对象 回到家后 妹妹得知此事 还分分不平表示 如果让她见到那个男人的话 她要好好给她点颜色看看 秀琳则表示 自己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如果两人知道 喜欢的是同一个男人 到时候姐妹俩的感情 会发生什么变化 之前因为耐力看到德琳 和玄佑接头贴海报 本来看不惯德琳的她 又开始找德琳麻烦 正好被玄佑听到 他明确表示 不准再欺负德琳 因为她是我喜欢的人 以后要是再让我看见你 这么侮辱她 我不会坐视不管的 说着便拉着德琳离开房间 德琳表示 就算前辈欺负我 也没必要说你喜欢我呀 要是让别人知道的话 会引起误会的 玄佑倒是觉得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想 这样说的话 她就不会欺负你了 更何况 如果我喜欢你的事 不是误会是事实呢 说着便邀约德琳 晚上一起吃饭 德琳回想起 刚刚玄佑所说的话 她会不会晚上对自己表白 想着想着 不自觉开心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 很快玄佑打来电话告诉她 因为临时公司聚餐 晚上不能和她一起去吃饭了 前一秒还开心不已 这一秒心情跌落谷底 甚至更让她失望的是 下班时 她偶遇玄佑和白富美 从饭店出来 原来这次玄佑 是和惠英书名情况的 她已经几次说得很清楚了 不会喜欢惠英的 并让惠英转告她的母亲 两人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而惠英表示 并不想和玄佑 又这么结束 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非要黏着她 说着便搂住玄佑的胳膊 这也让德林彻底生气 转头便准备离开 玄佑见状赶紧追上德林 想解释清楚 可是恋爱时的女人智商 都是为零的 见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撒谎 并和别的女人约会 她怎么会再相信 玄佑所说的话 回到家后 德林越想越来气 拿起耳套就丢到垃圾桶里 姐姐问她 这是咋了 怎么把心爱的耳套丢了 德林表示自己遇到了大猪蹄子 一头想着和自己恋爱打牌 另一头又和白富美约会吃饭 玄佑的父母对她期望很高 以至于双方都给她物色了一个对象 她的父亲看好德林的姐姐秀琳 人不但长得漂亮又能干 并且是从事律师行业 正好和自己祖孙三代职业对头 而玄佑母亲却是想 给她找一个白富美 惠英正是她看住的儿媳妇 不仅家庭条件不错 她的母亲和自己还是好朋友 但玄佑父母却未曾考虑 玄佑的感受 一家人因为这件事经常闹得不愉快 这次玄佑更向母亲表示 以后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 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 两人的对话被玄佑父亲知道 难免夫妻俩又开始争吵 随后玄佑父亲将玄佑 拒绝和慧英见面的事告诉秀琳 这让秀琳重新燃起希望 很快便将玄佑约出来喝茶 见她心情不是很美丽 秀琳先开口问她 这是怎么了 玄佑回答她 结束了 爱情真的很累人 活到现在不仅放弃自己的梦想 就连爱情都要被父母左右 她独自失落走在街道上 正好看到尚贤送德林回家 她上前质问德林 为什么又和她见面 紧接着又问 尚贤接近德林的目的是什么 尚贤见玄佑一身茶气表示 要送她回家 玄佑没有理会 继续指责着尚贤 德林见她这么咄咄逼人 打断了她说话 两个互相误会的人就这样彼此伤害着对方 玄佑没有想到德林会在她面前替上贤说话 两人争吵几句后就不欢而散 而德林本就误以为玄佑是花花公子 这天工作时可以耐力一顿闲言碎语 更加让她不想再和玄佑见面 每次遇到玄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这让玄佑压力很大 回到家后告诉自己的母亲 如若要再逼自己和惠音相处的话 她决定不结婚 一辈子自己一个人过 母亲见她心情不好 也不想再和她争吵 经过一夜思考 玄佑一早来到德林面前 表示今晚要和她解释清楚 德林还在气头上依然坚持 不想听她解释 玄佑告诉她这是最后一次 不管你认为这是辩解还是真心话 我都希望你能最后一次听我解释 而编剧就是如此捉弄了 玄佑早早来到餐厅等待 却迟迟没有等到德林 玄佑伤心骑着脚踏车来到河边 德林却在她离开餐厅后赶到了现场 四处寻找没有找到玄佑 打电话玄佑也没有接 德林着急发短信想向她解释 想了想又删掉了内容 就这样两人错过了彼此 玄佑身心俱疲 回到家后甚至有点小发烧 她的心已经凉透了 既然没法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对象是谁显得也不重要了 她答应母亲和惠英交往 隔天太经吩咐德林将文件送去新华律所 吃一片刻德林接下文件来到律所 她本想解释昨晚的事情 玄佑打断她表示自己 昨晚忘了赴约并询问昨晚你有没有去 德林失落地表示自己也没有去赴约 紧接着玄佑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让德林如果没什么事可以离开了 这般冷漠态度伤透德林的心 玄佑依然还是没有放下 慌忙追下楼 却看到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尚贤将自己的围巾围到了德林脖子上 见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她强忍着粗意没有上前打扰 工作时偶尔也会拿起德林的照片 若有所思 想彻底结束删掉照片 却没有那个勇气 就在尚贤和德林吃饭谈工作时 正巧遇见玄佑带惠英来吃饭 彼此的误会再次加深 德林失落来到洗手间 惠英也紧随其后 交谈间宣示着主权 让德林往后少和玄佑联系 德林可受不了这气 反让惠英要管好玄佑 不要让她再来找自己才是 满满的火药味差点没爆炸 四人同桌共进满餐 大家聊的话题 让没上过大学的德林感到尴尬 同时她也明白了一点 玄佑是这么的优秀 自己的家庭还有学历压根配不上她 再加上上嫌有意无意添油加醋 德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卑感 回家后向姐姐诉苦 她很聪明学得很多知道的也多 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喜欢我才对 没上过大学变成了她最大的自卑点 第二天一早 上嫌正和德林谈着签约事情 这被进来的耐力之道 一气之下将合同揉成一团 这也深深戳中德林碰点 她气氛表示 没上过大学就不能做演员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那力像疯狗一样追着德林不放 没上过大学就不该和上过大学的人 有一样待遇 别拿别人的同情心当真心 上嫌和玄佑也只不过是可怜你同情你 才会对你那么好 见德林被那力百般侮辱 玄佑急忙追了上去 她觉得那力说的有点道理 她不就是因为同情才对自己好的吗 玄佑则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 两人一直在误会着彼此 因为自己家境不好 所以对玄佑同情 谈恋爱最终也是选择条件般配的 玄佑本想解释清楚 此时太金正好出现 询问他们是怎么了 德林没有解释慌忙离开 玄佑拿起德林送自己的手套 回想着之前两人拥抱时的场景 此时德林拿着文件来到他的办公室 玄佑慌乱摘下手套 并故作镇定询问德林有什么事情了 她交代完事情 顺便问玄佑是不是手套有点小 见德林要走 玄佑慌乱起身表示 今天天气有点冷 要不在这喝杯咖啡再走 德林刚想答应 却来了不速之客 惠英拿着爱心午餐走了进来 自卑心驱使下德林一刻 也不想在此处停留 玄佑想追出去 却被惠英拉住 她表示 如果玄佑追出去的话 自己会很生气 她不想两人的关系垫得更差 玄佑可不管这么多 并且惠英突然来到办公室 她并不怎么欢迎 说着便追了出去 谁曾想已经不见小娘子的踪影 属于她的爱情再次擦肩而过 她来到剧团想解释清楚 被那力先行拦住 那力指责玄佑利用和尚贤的关系 私下给了德林那么多特惠 玄佑却一脸茫然 那力告诉她 尚贤刚和德林签完约才走 不管你的人脉有多广 为了我们剧团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在想 如果签约的人换成那力 她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就这样玄佑气冲冲找到德林 在不了解情况下指责她 为什么要撇下那么照顾你的导演 单独和尚贤签约 你知道泰金有多包容你 她说过想培养你 不珍惜别人真心的你 我真是对你失望 气头上德林表示 并不在意玄佑会不会对她失望 在玄佑眼里 德林变成了只想出名的女人 丝毫不会考虑到别人的感情 之前的误会还没解开 线下又出现新的误会 德林追出去想解释清楚 这次换来的是 玄佑不想听她解释 德林表示 玄佑是有多了解她 把她当成不懂感恩 忘恩负义的人 而气头上的玄佑 觉得原以为自己是懂德林的 但是现在发现 她好像不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人了 她对她真的很失望 是她都管闲事了 德林想解释奈何玄佑听不进去 两人的关系进入冰点 德林知道现在的自己有多差劲 所以我不敢奢求爱情 也不敢奢求遇见你 至少之前 她相信玄佑不会把她 当成那样的人 她本想告诉她 自己没有那么坏的 但是现在看来 没有那个必要了 是自己看错了人 两人的误会不断加深 德林甚至不想再看见玄佑 随后大猪皮子 带慧莹来看自己的演出 慧莹一脸得意 更是在德林面前 挽住玄佑的胳膊 看着两人的背影 德林显得生无可恋的样子 随后玄佑在上贤口中得知 德林并没有和她签约 这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德林 于是慌乱找寻德林踪影 谁曾想找到时 德林已经失了身 连红灯都没有注意 一直往前走 此时一辆轿车急速驶来 玄佑急忙上前 将德林从死亡边缘拉回 德林看着她着急的样子 紧接着只是表示 那个女人在哪里 你就这样过来找我 不用管她吗 命悬一线了 还在吃醋 悬佑都感到很无语 两人来到咖啡厅内 她主动承认错误 是自己在没了解 缘由的情况下 误会了她 并且说了那么多 伤德林心的话 真心向她表示道歉 德林见她态度这么诚恳 觉得要是论错误 自己犯的错也不少 两人就这样把话说开了 以后不管是什么事情 为了不会再误会 彼此好好沟通 分别时 玄佑将德林 送她的手套 戴在她手上 见玄佑如此贴心 德林只是让她以后 别再对自己那么好了 不然慧英会误会 没有什么 比被别人误会 更伤心的 玄佑问道 你不愿意和我交往吗 见德林没有回答 玄佑追问道 难道你希望 我和慧英交往吗 德林只是表示 自己目前没有资格 回答你的问题 等到有那个资格时 再告诉你 回到家后 德林把整件事 一五一时告诉姐姐 姐姐只是告诉她 在爱情里 条件再好 也没有用 她喜欢你 你喜欢她 这才是重点 不要总把自己贬低 你有你自己的优点 第二天一早 慧英来找玄佑 质问和她交往 是不是因为家长的缘故 见玄佑只是表示 自己会努力 和她交往 慧英看出 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 她知道玄佑喜欢的人 是德林 见玄佑没有否认 他觉得玄佑真的很幼稚 本以为是德林 在纠缠自己喜欢的人 没想到是自己看错了 慧英提出 要重新考虑 两人之间的关系 说完气氛离开 另一边德林在打扫时 上贤来找她谈心 表示昨晚你唱的歌很好听 她真的很羡慕会唱歌的人 从小自己就不会唱歌 德林这才知道 第一次演出前 和自己对唱的那个人 不是上贤 傻丫头 连恩人是谁都没搞清楚 要不是因为彩排对唱 她第一次表演 可能没办法那么顺利 随后在表演即将开始时 和她对唱的演员 却因为交通事故 没法赶到现场 这让泰金感到着急 문제가 복잡해진 것 같으니까 没想到这个大猪蹄子 一直在默默帮着自己 德林眼泛泪光 她感到非常对不起她 不仅频繁误会 玄佑 就连她帮自己的事情 现在才知道 然而玄佑怎会在意这些事情 两人的感情再次升温 马上就要迎接新年到来 玄佑笑着邀请德林 一起看日出 德林疑惑道 这种事不是恋人关系 才一起看的吗 玄佑则是立马回道 谁不一定不是恋人就不能一起看的 跟谁都可以 傻丫头不敢确定 玄佑喜欢的是自己 正让她一晚上都心神不定 玄佑此时告诉她 自己就在她家附近 挂完电话 德林便欢快跑了出去 原来玄佑一直在等待德林的答复 无奈下德林 只好说出心中所想 让玄佑不要再见慧英了 她一脸得意 将德林一把搂进怀里 迫不及防的又吃了满满一顿狗粮 回家路上 德林满心欢喜 正巧被门口的父亲看到 见他这个样子 便猜想是不是有了男朋友 德林心虚转移话题表示天冷 急着拉父亲回到屋内 这个夜晚两人的心都是甜的 两人的关系快速升温 隔天店开心 带着德林去吃饭 却正巧碰到约了那里谈工作的上贤 交谈中 那里询问玄佑 为什么处处帮着德林 难不成真的喜欢她吗 玄佑明确表明自己 确实喜欢她 这让他们都感到惊讶 上贤回到办公室后 他回想着这些天理 德林和玄佑你浓我浓 也是从此时他逐渐黑化 他警告着玄佑 如果只是一时的喜欢 在他受伤之前 劝你趁早放手 毕竟姑父姑母不会如你所愿 不信你可以将德林介绍给父母试试 也就是因为这番话 让玄佑更加确定自己的心 他决定挑个时间 让德林见见自己的父母 与此同时 尚贤也不打算放弃德林 即使情敌是自己的表哥 因为担心玄佑和德林在一起 尚贤再次提出 想和德林签约的事 希望能将德林拉到自己身边 和他一起去国外 这次德林并没有拒绝 他想抓住提升自己的机会 从而能配得上玄佑 于是提出要在保留团员身份的前提下 才能签约 少贤爽快答应此事 并送给德林一条项链 于公事作为签约礼物 但于斯却是他送给心意对象的第一件礼物 并且温柔地帮德林戴上 却被路过的那粒撞见这一幕 很快这件事便传到玄佑耳边 他急忙赶往剧团 正巧碰见那粒在针对德林 强压着满心醋意解释道 上贤确实很喜欢送别人礼物 说着便带着德林离开练习室 只有这个傻丫头 才会看不出这项链的意义 醋意大发的玄佑一顿指责 为什么要收下别的男人送的项链 你没谈过恋爱吗 项链是送给女朋友的 我都还没送给你过 你就收了别人的项链 傻丫头还不明所以 表示这只是条项链 并没有什么意思呀 玄佑吃醋道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这不是很好吗 傻丫头这才知道 原来大猪皮子喜欢的是自己 一眼的娇修样 原本以为 见家长是开玩笑的 玄佑再次表示 他是认真的 并吩咐德林将那条项链摘掉 打翻醋坛子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着就要将那条项链接过来扔掉 德林却没如他所愿 玄佑质问 难道你还想继续戴着吗 他调皮表示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上贤约见德林表示 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并吩咐他要穿得漂亮一点 德林本想借此机会将项链还给他 却遭到他的拒绝 上贤将项链带回德林脖子上 片刻间他的姑姑便来到眼前 上贤正式将德林介绍给自己的姑姑 并表示德林就是自己心仪的对象 随后玄佑来找德林时 却看见他和上贤在一起 并且又带回那条项链 他感到非常生气 德林本想解释他却不听 吩咐德林先回剧团 便来到上贤的办公室 上贤告诉玄佑带德林见姑姑的事情 玄佑大发雷霆 拉着他的衣领质问 他这是想做什么 上贤则是不慌不忙表示 不要以为只有他才是真心的 自己也真心喜欢德林 玄佑非常气愤 警告上贤别想抢走德林 而另一边德林却非常着急 他打电话给玄佑也没有接 傻丫头害怕爱情再次离他而去 急忙来到上贤办公室 将项链还给了他 并告诉他自己喜欢的人是玄佑 上贤表示之前就和他说过 要是喜欢玄佑的话会受伤的 德林可管不了那么多 他知道自己不够资格喜欢玄佑 但是为了玄佑 他会努力成为和他般配的人 不管结局如何 这次他不想再逃避 到了晚上 玄佑一直在门口等德林 见他一句话没说 德林先开口问道 大叔是还在生气吗 玄佑失望地回答 之前我说过 如果你再戴一次那个项链 我们就会结束 越想越来气 他裸里巴松了一大堆 可想而知 这醋不知道喝了多少 气头上玄佑决定分手 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 德林上前从背后一把搂住他的牵牵细腰 他表示自己喜欢的是你 并且也和尚贤说过了 这波浮软式操作 玄佑怎能招架得住 立马回头问道是真的吗 连说话都开始结巴起来 德林很肯定地告诉他 这是真的 自己喜欢的就是你 并保证以后让他不高兴的事 绝对不会做 既然德林都这样说了 他在生气就显得有点不像话 拉起德林的手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两人的爱情还需要经过 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才能圆满 隔天晚上 玄佑来到剧团门口等德林 没过多久 两人就开始秀恩爱起来 而这一幕正巧被太惊撞见 看着两人的举动 他感到非常惊讶 随后玄佑带德林来吃饭 很快服务员拿出一块蛋糕 这是玄佑为了庆祝德林 顺利完成演出的礼物 同时玄佑拿出一条项链 表示之前路边摊买的 德林看后觉得很是漂亮 并要求玄佑帮他戴上 任逢喜事精神爽 玄佑回家后都满脸洋溢着幸福 父亲为了能让他更好的发展事业 吩咐玄佑和秀琳自己创业开律所 玄佑欣然答应 其实创业是小 她的父亲主要为的是 聪合玄佑和秀琳 秀琳为了能得到玄佑 当然也是没有反对 两人很快便找好场所布置起来 玄佑前同事经过律所来道喜 并表示你们两个要加把劲成为夫妻律所 玄佑只当是玩笑话 而这些话在秀琳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随后太金把玄佑约到自己的办公室 开门见山就问她和德琳是什么关系 见太金如此严肃 玄佑表示自己很喜欢她 太金感到非常惊讶 她没有想到玄佑竟然喜欢秀琳的妹妹 而秀琳一直在暗恋着她 虽然太金对玄佑说不能和德琳在一起 但玄佑说自己对德琳是真心的 没有什么不能在一起的理由 见她如此坚持 太金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自己答应过秀琳帮她隐瞒和德琳的关系 很快秀琳便再次拜访玄佑家长 玄佑的父亲直入话题 催促两人尽快结婚 玄佑想解释两人的关系并不是他们所想 却被上贤插嘴表示 公父公母都允许了 以后你们就不是前后辈 可以正式交往的不是吗 这让他们更加觉得玄佑是喜欢秀琳的 随后玄佑开车送秀琳回家 在车上她抱怨着家人总想把他们凑成一对 秀琳借此机会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表示玄佑真的不考虑和自己交往了 玄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还没说完秀琳就表示 曾经她说过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人便是你 玄佑感到惊讶的同时也表示 我也很喜欢你很珍惜你 但是这也只是仅限于把你当成妹妹看 秀琳完全听不进去这些话 毕竟好不容易得到她父母允许 她让玄佑好好考虑一下 然后再给她答复 回到家后 殿和妹妹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两个傻丫头此时还不知道 他们喜欢的是同一的男人 而玄佑却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便将此事告诉泰金 泰金早已知道此事 玄佑质问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上贤为了得到德琳 不惜处处说着玄佑的坏话 她告诉德琳玄佑已经有了被父母认可的女人了 那个女人是她的父亲一直认定的儿媳妇 这番话一直徘徊在德琳的脑海里 玄佑正好走进来 她似乎看穿了德琳的心思 她告诉德琳 不管别人对你说了什么 你只要相信我说的就可以了 别不开心了 德琳本以为自己是对方的累赘 谁曾想并非自己担忧的那样 在玄佑的眼里 她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需要她对她的爱情来陪伴长大 这番话让德琳瞬间娇羞起来 告别德琳后玄佑来到律所 这边秀琳已经焦急万分 她迫切想得到玄佑的肯定 而换来的却未如她所愿 这番话玄佑考虑了很久决定 还是要说出口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她拒绝了秀琳并告诉她 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秀琳瞬间脸色大变 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 还一直以为这是玄佑 为了拒绝她所找的借口 当问道士一直还在和惠英交往时 玄佑很明确告诉她 自己喜欢的人并不是惠英 秀琳继续追问那到底那个人是谁 可能出于保护秀琳和德琳两姐妹的关系 她没有告诉秀琳 自己喜欢的是她的妹妹 同时表示自己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待 只想和她还有太精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这让秀琳无法接受 慌乱拿起包起身离开 她只想静一静 玄佑只好自己在公园旁发单 此时德琳找了过来 她告诉德琳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她闹别扭了 自己真的不想失去她 不知道是自己傻还是她傻 德琳只是回答她 既然是很要好的朋友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那么轻易破灭 也许哪一天她想通了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这番话让玄佑心情有所好转 谈话间 德琳示意玄佑 自己的肩膀还能再借她一会儿 秀琳去剧团找自己的妹妹德琳 不经意间看见了她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本来只知道玄佑有喜欢的人 她不愿放弃 想再努力争取试试 可谁曾想 玄佑喜欢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妹妹 两人亲密的举动让她不敢置信 她失魂落魄来到座椅上 脑海里一遍遍回想着玄佑说 始终是无法包得住火的 秀琳质问玄佑 和那女孩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会之前所说的喜欢的人就是她吧 玄佑刚想一五一十说出来 却被尚贤突然到访打乱他们的谈话 尚贤有意无意时不时撮合着他们两个人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自己也喜欢德琳 两人在门外争吵着差点没动起手来 屋内的秀琳却无比失落 她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路上是那么的坎坷 德琳兴奋的从背后搂住自己的姐姐 姐姐只是一脸惊讶的看着她 此时她的内心五味杂沉 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妹妹 虽然已经亲眼看见一切 但是秀琳始终不想相信 她质问德琳这手套是谁的 德琳面带微笑告诉她 这是一百万的 也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当然那条项链也是她给的 这下事实就摆在眼前了 当听到两人是互相喜欢对方时 秀琳已经听不下去了 她吩咐德琳先出去吃饭 自己想静一静 等德琳走后 她发疯似的将桌上的东西推到地上 玄佑听说秀琳病了 下班时来到她家拜访 秀琳却不想让她看见自己此时的样子 秀妈只好找了个借口搪测一下 第二天一早 她便在律所等待玄佑到来 秀琳开门见山问起和玄佑交往的人是谁 她明明已经知道 却始终要刨根问底 玄佑本想继续说下去 秀琳却不想听了 此时玄佑忍耐已久的情绪也爆发了出来 她不想彼此再这样痛苦了 如若秀琳还是这样的话 她只有选择辞掉这里的工作 秀琳情绪一度失控 说着便质问玄佑 能放弃现在交往的人不 不是说很珍惜和我之间的感情吗 那样的话 比起失去我 放弃她是不是更好 这让玄佑更加气愤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她都不想放弃得灵 秀琳见玄佑态度坚决 她不想两人的关系就此闹僵 顺势拿起桌上的文件 搪塞着找了个借口便离开律所 然而正因为玄佑这坚定的态度 让她下定决心要拆散他们 很快她就拥有了她的盟友 尚贤约见秀琳 试探性的询问她和玄佑进展如何了 见秀琳并没有多说什么 尚贤开门见山道 秀琳表现的有点失落 虽然长辈把她当成自己的儿媳妇 但是玄佑并不喜欢她 尚贤也不避讳 直接告诉秀琳自己喜欢她的妹妹 同时玄佑的妈妈已经知道 这让秀琳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 尚贤告诉秀琳 你只要负责抓住玄佑的心就行 不要让她动摇 剩下的事交给我来解决 也就在此时秀琳逐渐黑化 她来到律所 再一次劝告玄佑和交往的女孩分手 玄佑怎会听得进去 她已经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不会放弃那个女孩的 见秀琳还是咬着不放 玄佑放下狠话 劝告她不要再搅和了 她不想再这样纠缠 没曾想秀琳却威胁到 要将这些事一五一十 告诉玄佑的爸爸 毕竟自己才是 他们认同的儿媳妇 她没有想到秀琳会变成这样 内心五味杂陈 气冲冲来到上贤办公室 质问她为什么要将那些事告诉秀琳 因为她一个人 现在有多少人跟着受累 而上贤则是觉得 玄佑无法守护德林 就算自己放弃 她也无法让自己的父母接受德林 很明显只有自己才能保护好她 玄佑听后放下狠话 你等着看 我都做好了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说完便气愤离开 她决定明天就带德林 见自己的妈妈 事情有点突然 德林表示自己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再来也没有体面的衣服 还得准备见面里什么的 德林回家后 便开心的是起来衣服 秀琳急忙问这是要见什么人吗 告诉姐姐 我也好给你推荐推荐穿什么衣服 德林并没有明说 只是表示见完后再告诉她 紧接着秀琳变心机表示 在姐妹情和爱情面前 她始终还是选择了爱情 往后的日子里 希望她不会做出伤害妹妹的事 一早悬又满心欢喜打电话给德林 下班后她要去剧团接她 然后一起去见自己的妈妈 一旁的秀琳正好回来听见了这番话 她试探性地问是要和女友约会吗 不会是要见父母了吧 悬又不想多说什么 只是让她不要再多问 她不想再重复之前所说的话 紧接着秀琳却表示 尚贤都已经把她介绍给你妈妈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你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考虑感情上的事 你看我们做了尚贤的法律顾问 因为你和女友的关系 如果到时候见面气氛变得尴尬怎么办 你没有想到这会影响工作吗 此时尚贤的爸爸走了进来 沈盘长一坐下就问起两人工作的如何 两人一起创业就像夫妻俩一样 她看着很是开心 这番话悬又听着很不是滋味 她很想把真相说出来 但是她知道那只是无谓的反抗 而秀琳则八步的成为现实 很快便来到下班时刻 悬又静静等待德琳下班 见德琳欢快跑来 她上下打量着她今天的模样 自己的准媳妇穿得美美的 哪个男人看了不心动 悬又安慰她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只要相信我一直在你身边 而接下来面临的 却是悬又妈妈的极度反对 当两人四目相对时都无比惊讶 悬又表示这是自己要介绍给妈妈的人 悬又妈妈强忍着怒火吩咐两人坐下 悬又妈妈表示 不管上贤和德琳是什么关系 你们两兄弟喜欢上同一个女人就是不行 悬又表示自己很爱德琳 她从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 德琳是第一个 也只会是最后一个 悬又妈妈差点没气死 把兄弟喜欢的女人带来介绍给自己 还说非常爱她 你这是疯了吗 见悬又这边行不通 她开始质问德琳 你如果知道见面的人是我还会来吗 悬又急忙解释 德琳并不知道见的人是您 悬又妈妈气得起身要走 德琳急忙喊住她 她觉得很抱歉 但是自己从始至终喜欢的人就是悬又 悬又妈妈表示 你喜欢的人是谁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因为你他们两兄弟变成这样 我是不会允许的 悬又追了出去想试图挽回 可这能有什么用 当她返回餐厅时 德琳已经独自离开 悬又慌忙找遮德琳 电话也无法拨通 悬又坐在公园里忧心忡忡 德琳本想逗一逗她 抓起一把血就放进她的衣服里 没曾想悬又却无比镇定 她质问德琳 为什么昨晚接了电话却不作声 德琳拿起手机翻看 才看到通讯记录 而她不知道的是 昨晚接电话的人是秀琳 秀琳本想看是谁打来的电话 看到备注是一百万 鬼使神差的就直接接通了电话 听着悬又关心德琳的话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同时害怕被发现致使她不敢出声 急忙将手机挂断 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难受 而德琳却还蒙在鼓里 她不知道姐姐喜欢的人就是悬又 悬又也为此感到痛苦 父母的反对再加上秀琳的纠缠 让她害怕失去德琳 悬又一把将德琳搂进怀里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德琳 让她这么累 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更加累 她到底该怎么办 德琳正打扫着剧团的办公室 此时悬又的妈妈却突然到访 她是专程来找德琳的 不用想也知道是为了悬又的事情 她责怪着因为德琳的出现 上贤和悬又两兄弟的关系闹得不愉快 德琳急忙解释之前便说过 她和上贤并没有任何关系 刁钻的悬又妈妈表示 你不是和上贤签了约的吗 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德琳表示这不是私人的关系 如果这样有问题的话 她可以和上贤解除签约 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 就算她做得再对 在别人的眼里永远是错的 悬又妈妈觉得德琳的事 对她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她明着告诉德琳 自己已经给儿子物色好了媳妇 以后就不要再和她见面了 此时正好上贤走了进来 见德琳伤心离开 上贤急忙询问姑姑是对她说了 虽然上贤想拆散德琳和悬又 但是她不想看到德琳受到伤害 只是让姑姑改变悬又的想法就行了 同时表示自己还是会继续追求德琳的 悬又的妈妈搞不懂这两兄弟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喜欢上同一个女人 上贤觉得以后自己带德琳去美国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 悬又见秀琳在律所 她决定和秀琳谈一谈 她问秀琳我们认识多久了 秀琳问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悬又表示 她和太经对自己来说就像是亲兄妹 她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真的很对不起 当知道一切时 说实话真的很难过 秀琳惊讶问道 这个知道一切指的是什么 悬又告诉她 其实自己已经知道德琳是她的妹妹 她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秀琳起身说道 她不想再听了 一会上弦就会过来 看着秀琳的反应 悬又询问她不会是已经知道了吧 秀琳急忙转身 悬又追了过去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秀琳回应她 我知不知道有那么重要吗 悬又大声继续问道 秀琳知道已经藏不住了 她承认自己已经知道 她反问悬又 是不是非得让我亲口说出 你喜欢的人就是我的妹妹 悬又崩溃了 她明明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她的妹妹 为什么要同意双方父母见面 秀琳告诉她 她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不是一两天了 悬又责怪她 明明知道我喜欢的人是你的妹妹 就应该早点死心 现在已经得到认可了 就因为你喜欢的女人是我的妹妹 我就应该放弃全部吗 这样的话我算什么 我对你的心意 什么都不是吗 悬又哑口无言 秀琳继续说道 在大家受伤之前 你放弃对我妹妹的感情吧 悬又质问她 我放弃的话 你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吗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 秀琳表示 反正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她心里觉得悬又不放弃的话 到头来受伤的还是自己的妹妹 跟自己曾经的经历一样 甚至可能比那还残酷 德琳绝对无法承受那样的伤害的 悬又觉得这些事情轮不到 她去担心 现在她只认为是秀琳的贪心 导致事情发展成这样 在悬又眼里 秀琳就是为了满足自己 不顾别人受到伤害的人 那样的感情谁会愿意接受 她气冲冲离开 出门时正好上弦叫喊她 她回头看了下 话一句没说便离开 本来上弦还在想 这孩子大早上的吃了什么炸药 进去后看到秀琳独自哭泣 秀琳表示 自己好像不该对悬又这么做 身为盟友的上弦 则让她不要胡思乱想 现在能抓住悬又的人只有她 她告诉秀琳 悬又的妈妈不喜欢德琳 让秀琳不要担心了 悬又最终还是会回到她的身边 以以往悬又的性格 她不会坚持多久的 而且等这次演出结束 我想把德琳带到美国去 这让秀琳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询问上弦是真的喜欢德琳吗 就算是那样 你的父母同样也会反对德琳的 这件事上弦毫不担心 她表示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她的父母就不会反对 她有信心 只要秀琳抓住悬又的心 其他的事情交给自己来处理 悬又下楼时正好遇到德琳 德琳告诉她是来找姐姐一起吃饭的 同时她疑惑为什么悬又也在这里 为了不伤害到德琳 她依然没有告诉德琳事情的真相 只是说自己有点头疼 让德琳陪她聊聊天 两人边走边散心 悬又突然问德琳 德琳询问悬又 是不是已经将自己的身世 告诉了她的妈妈 不然为什么会突然问她 能不能离开家人 如果她知道了 是不是会更加不喜欢我 悬又表示并没有 同时她又问了个问题 如果你的家人和我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 那样你会选择谁 德琳更加疑惑了 她已经让悬又累得非得二选一了吗 悬又表示并不是那样的 只是想确认你到底有多喜欢我而已 德琳告诉她 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我会得到她父母的认可 也一定会成功解开伯母对我的误会 所以不要担心了 随后悬又回到律所 为了不伤害到德琳 她选择恳求秀琳放弃她 秀琳没有想到悬又会这样 她告诉悬又 之前自己和德琳有了喜欢的人 他们两个每天晚上都会互相为对方打气 为彼此高兴 我因为你和伯母受伤的时候 你不知道德琳给了我多大的安慰 她说姐姐会做到的 会抓住那个人的心的 然而她明明知道和妹妹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德琳是自己最爱的妹妹 本来应该放弃的 但是她却没办法放弃 悬又觉得很对不起她 秀琳觉得她对不起的不是自己 应该是她的父母还有自己的父母 在他们心里一直以为我喜欢的人也喜欢着我 谁曾想这个男人却喜欢着他们的小女儿 他们该怎么去面对 强扭得刮不甜 她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 很快变到了双方父母约定见面的日子 秀琳不死心的询问 全又会去吗 得到的答案却无庸置疑 她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德琳 对她来说 德琳便是她的全部 秀琳觉得她怎么这么轻率 怎么能只顾着自己 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悬又告诉她 难不成我去了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吗 我能告诉他们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那个人就是秀琳的妹妹吗 秀琳一气之下给了悬又一嘴巴子 此时她称呼悬又为坏蛋 这么忽略她的心拿着她的真心玩弄 悬又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她的真心开玩笑 她真心表示道歉 但是她对德琳的心却不会改变 说完便离开留下秀琳独自伤心 而在另一边 双方的父母已经在餐厅会面 客套聊了几句等待子女的出现 秀琳在律所考虑片刻后还是赶赴餐厅 她无奈只能告诉他们 悬又因为有急事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当双方父母急切询问是什么急事时 秀琳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吃完饭后秀琳来到律所 回想着悬又的话 她一心想嫁给悬又 换来的却是这样 她真的很不甘心 而悬又此时将德琳约了出来 她告诉德琳 今天我没有去赴约 以后你要对我负责 因为我可能会被撵出来 现在我只有你了 悬又觉得现在自己胆肥了 脑子里只有她 其他人好像都无所谓了 德琳觉得让她这么累很对不起她 悬又告诉德琳 可能你也会很累 即使会那样 想想我今天在这里是什么样的心情 希望你到时候也能战胜一切 有可能一段时间内不能联系你 不过你也不要胡思乱想 只要耐心地等着我 德琳刚回到剧团就遇到姐姐 秀琳略感惊讶问道 那个人和你说了什么 德琳告诉她 她说以后会很累的 看姐姐叹息 德琳继续说道 那样也没有关系的 姐姐却急忙说 怎么可能会没关系 她的黑化质再次上升 说是和德琳有话要说 两人找了个地方 秀琳表示之前不是和你说过 自己现在在负责上嫌公司的法律顾问 听上嫌说 她想好好培养你 想把你带到美国 想让你成功当上音乐剧演员 这件事德琳也知道 但是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秀琳又问 你知道上嫌和玄佑 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德琳也知道他们是表兄弟 没想到这些她都知道 秀琳表示 不管怎样玄佑的妈妈 能接受你吗 表兄弟喜欢的是同一个女人 你这样会很累的 原来搞了半天 秀琳还是打着 怕妹妹受伤的幌子 想拆散他们 德琳觉得自己 受点委屈没有关系 秀琳再次劝说 德琳和玄佑分手 可是德琳又怎会 那么轻易放弃 如今的姐妹俩 都已无法自拔 德琳甚至觉得 为了玄佑 自己受点伤也没有关系 제발 바보 같이 그러지 말고 정신 좀 차려 德琳告诉姐姐 她不喜欢上嫌 她喜欢的是 朴玄佑这个人 她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姐姐 就是要让她放弃 两人相拥而弃 到了晚上 秀琳吩咐妹妹 回到家后 什么也不要说 不然爸妈 也会因为我的事情 感到累 三年了 才 끝난 거 아니었어 妈妈问秀琳 为什么玄佑没有赴约 秀琳回道 明知道 对方不喜欢我 还要安排 这种场合 就是错的 妈妈此时发飙了 现在不是说 这种话的时候 之前劝你放弃时 你不是说 绝对不会放弃吗 你给我听好了 结婚不是因为 喜欢就能在一起的 尤其是 他们那样的家庭 更是讲究 今天和她父母聊天时 看得出来 她的爸爸 非常喜欢你 即使她儿子 有自己喜欢的人 又如何 她爸爸 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要不然之前 她的妈妈 那么反对你 为什么现在 会接受你 所以你只要 稳住玄佑的心 就好了 其他的是 不要胡思乱想了 此时秀琳觉得很累 她想放弃了 爸爸听到屋内的谈话 也走了进来 在她眼里 对方就是瞧不起 我们家庭才会这么做 她告诉秀琳 既然一开始 对方就不喜欢你 趁此机会 你就放弃吧 秀琳反倒觉得 爸爸怎么会 轻易说出这种话 爸爸质问她 不然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 你为了她这样拼命啊 此时秀琳的脾气 也上来了 她指责着爸爸 一直都对她期待很高 但是从来没有 为她做过什么事 爸爸和妈妈 听这话都颇为惊讶 紧接着秀琳表示 为了让我实现愿望 你有没有真心 帮过我一次 每次都是随着 你自己的意思 把我们家搞成 这样还不够 还把德琳带回来 屋外的家人 也听到了这番话 德琳才是 无辜的受伤者 没有想到 姐姐翻起了成年就事 此时秀琳是在怪爸爸 没有给她一个好的家庭 本就家道中落 还在外面 把德琳捡回来抚养 屡一屡的话 确实也有一丝道理 如果她的家庭富裕 是不是她就能顺利嫁给玄佑 如果德琳不是她的妹妹 是不是就能理直气壮地 和德琳争夺玄佑 也不用怕伤害到德琳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爱情嘛 从来没有先来后到 有些人一旦入眼入心 便是一辈子 而她的这番话 却伤到了德琳的心 妹妹只当是她的气话 此时秀琳再次爆发 她斥责德琳 如果再说一句 自己会爆发的 让德琳马上出去 德琳不明白 姐姐为什么 突然对她这般态度 姐姐则是反复 让她立马出去 连屋外的奶奶 都听不下去了 询问秀琳 为什么对德琳这样 她理解此时秀琳正伤心着 但是也不应该把气发 泄到德琳身上啊 德琳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秀琳发疯似的 让奶奶他们一起出去 德琳见姐姐情绪失控 推着奶奶离开了房间 有些话一旦说出口 伤人伤己 德琳反复回忆着 姐姐说的那句话 第二天下班后 德琳失落的 来到姐姐的律所 她想看看 姐姐心情如何了 秀琳却不在律所 她只好等待姐姐回来 却无意中发现 办公桌上的名牌 此时秀琳正好回来 她询问德琳 怎么突然来这 德琳表示自己 正好路过 想着来看看姐姐 秀琳想着和她聊聊天 德琳刚发现大事 此时毫无心情聊天 她假借剧团 来电话催她回去 另一边 璇佑鼓起勇气 来到爸爸的办公室 他向爸爸坦白 自己有女朋友的事 璇佑表示自己做不到 他告诉爸爸 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审判长惊讶万分 原来这就是 儿子失约的原因 璇佑告诉爸爸 那种场合 他是不能去的 没有事先告诉他 真的很对不起 审判长觉得这种事 没有必要告诉他 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 被和你不配的女人迷住 给自己的爸妈脸上抹黑吗 璇佑解释着德琳对他来说 比任何人都重要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这让审判长更加来气 女朋友比自己的父母 还要重要吗 一点都没有考虑过 你爸爸的感受吗 璇佑觉得爸爸太过专权了 自己都没有权利 选择自己的爱情吗 审判长不想再继续交谈下去 借着等会还有审判的理由 就当今天璇佑没有来过 说完便气冲冲离开 而此时德琳一想起 璇佑可能就是姐姐喜欢的人时 心里就很难受 拿起手机便拨通璇佑的电话 本想约他见面问清楚 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这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 姐姐喜欢的人不可能是他 然而老天怎么会如他所愿 德琳回到家后 听着爸爸吐槽着姐姐喜欢的人 无意间听到那个人的名字 就叫玄若 他再次担心起来 吃完饭后便来到厨房询问妈妈 妈妈告诉德琳 是的就是和他一起开律所的人 同时还不忘吐槽着 既然都一起开律所了 本以为事情会很顺利 没想到会搞成这样 德琳强忍着痛苦再次问道 那姐姐一直喜欢的人 是不是就是他 妈妈告诉德琳 是的就是那个人 好不容易一起开律所了 那个家伙还那么伤你姐姐的心 就因为他们是审判长家庭 就这么瞧不起我们吗 这番对话让他更加怀疑 就是他认识的玄若 一晚上德琳都在发呆 姐姐问他这是怎么了 德琳达菲所问 同时询问姐姐 律师有没有同名的 第二天 德琳便向上嫌打听玄佑的事 德琳问那个女人是做什么的 上嫌告诉她是律师 这次还和玄佑一起开了律所 都那样了 绝对不会就此结束的 紧接着德琳想问出她的名字 上嫌却不想让她知道 她希望德琳不要再想这些事情 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 然而没有亲眼所见 她还是不想相信 就在她来找姐姐时 终于还是看到不愿意看到的 玄佑正好和秀琳吵了起来 她躲在一旁 看着两人吵着嘴 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心真的好痛 一边是自己喜欢的男人 一边是自己最爱的姐姐 她该如何抉择 她失魂落魄走在街道上 始终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就连玄佑打电话过来她也没接 此时的她心烦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了很晚德琳才回到家中 妈妈询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 德琳只是告诉她 剧团最近有表演 练习得有点晚 妈妈因为担心德琳这么晚还没回家 所以一直等到这会儿 德琳吞吞吐吐地问妈妈 在这个世界上家人是最重要的吧 妈妈告诉她 这是当然的了 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的了 德琳表示 男人再好也没有爸爸妈妈 还有姐姐珍贵吧 妈妈觉得德琳有点莫名其妙了 可能这段时间 顾着秀琳的事 没有好好照顾到她 等姐姐的事情忙完 就可以考虑德琳的事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玄佑的爸爸主动邀请秀琳 来自己家做客 然而玄佑却是极力反对的 父子俩再次争吵一番 玄佑气冲冲离开 可想而知秀琳 在玄佑家过了一个失落的年 回到家后已经烂醉 看着姐姐这样 德琳心底真的很难受 第二天一早 秀琳的妈妈便约见玄佑 想着以长辈的身份 劝说玄佑接受德琳 可是玄佑又怎会是 始乱终气的人 本来是看着自己的女儿 太可怜了 才厚着脸皮把她约出来 没想到一点情面都不给她 说完就气冲冲离开 玄佑追了出去再次表示歉意 毕竟虽然自己爱的人不是秀琳 但是眼前这个人 也是自己的准赵母娘啊 真不知道到时候被发现 喜欢的是德琳会做何感想 德琳回家后便看到自己的妈妈在哭泣 询问后才得知妈妈是因为姐姐的事情 两人聊着聊着德琳也哭了起来 也许是为了姐姐而哭 也许是为了她做的决定而哭 第二天 德琳在练习时心不在焉 意外撞倒了一旁的那里 致使那里左腿受伤 同时也遭到了太精一顿训斥 本就心烦意乱的她 在玄佑约她一起吃饭时彻底爆发了 玄佑没有想到德琳会如此态度 紧接着德琳表示 为什么每次都要听你的 我说了我要练习的 不要打扰我 你赶紧走吧 玄佑理解德琳这段时间很累 可是再怎么累也不应该 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呀 德琳告诉玄佑 不要再这样关心我了 你这样让我有负担 不要再管我了 说完便推开玄佑的手离开 本就忍痛想放弃玄佑的她 却再次被玄佑的妈妈约见 这次说的话更加难听 甚至已经牵连到了自己的父母 德琳知道怎么做都不会得到她的同意 在她眼里自己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人 她会和玄佑提出分手 可是这反倒让玄佑的妈妈感到惊讶 质疑着德琳为什么突然改变想法 难不成又看上其他什么家庭更好的人 小小年纪从哪里学来的 真想知道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德琳生气了 她真的很喜欢玄佑 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 侮辱自己她可以忍 但是侮辱自己的父母 她真的忍不了 她会离开玄佑 但是请不要再侮辱我的父母 玄佑告诉德琳 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 同时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德琳却说出了违心的话 她不想再坚持了 她喜欢玄佑 但是没有喜欢到可以战胜这一切 这让玄佑无法置信 曾经那个满眼都是她的女孩子 怎会突然变成这样 她崩溃了 甚至以为是秀琳把真相告诉了德琳 才导致德琳如此变化 然而秀琳表示她并没有那么做 她比任何人都希望妹妹顺利参加演出 怎么会在这结果眼上把真相说出来 玄佑搞不懂了 既然秀琳没有说出真相 那到底德琳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而秀琳则略带讽刺的质问她 你这是在和我诉苦 你的恋爱不顺利了吗 秀琳回家后 德琳便告诉她 自己已经和一百万分手了 经过自己的一番思考 觉得现在不是交男朋友的时候 秀琳故作镇定问道 两人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德琳怎会告诉她 是因为知道了真相 想成全姐姐的爱情才会忍痛做那个坏人 她告诉姐姐 因为和玄佑经常见面会妨碍到自己练习 之前以为自己很喜欢她 现在想想这也许不是喜欢 可能是没谈过恋爱 她对自己太好了 然后误以为这就是爱情了 秀琳表示 妹妹突然这么做的话会伤到对方的 德琳觉得像自己这样的女孩子 人家很快就会忘了自己 自己的心已经变了 姐姐没有想到德琳会是这番态度 而妈妈以为两人在吵架 进来后就指责德琳不该在姐姐心情不好时惹她 德琳觉得妈妈很过分 每次只有照顾姐姐的心情 她没有情绪的嘛 最近练习都很累了 还要让她看姐姐的脸色 她觉得很委屈 说着便起身要去和奶奶睡觉 此时妈妈告诉秀琳 你也该让一让妹妹 前天德琳听说你的事实 非常心疼你 在我面前眼泪都流了不少 德琳来到奶奶房间 就把自己包进了被子里 奶奶发觉不对劲 掀开被子时看到德琳泪流满面 只有德琳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哭 第二天在舞蹈室里 德琳摸着脖子上的项链发呆 这是玄又送她的礼物 片刻间她将项链取下 上弦撞见此景 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而玄又依然不死心 她惊讶发现 德琳已经没有佩戴自己送的项链 但是她还是想问清楚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做 德琳表示 并没有什么理由 只是受够了她和她的家人而已 玄又生气了 那之前的海市山盟之前的约定算什么 你看着我回答 你能说那个约定也是假的吗 德琳告诉她 可能那时候是真心的 但是人心也会改变的 现在已经受够了 玄又表示最后再问她一遍 真的不愿意和她交往了吗 得到的答案当然是不愿意的 玄又的心在此刻已经接近破碎 从那天起玄又开始借酒消愁 这被回到律所的秀琳看到 她询问玄又为什么要喝酒 她表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 真的是糟糕透了 秀琳猜到她刚刚又去找德琳了 玄又告诉她 德琳让她滚 说受够了这样 她没有想到 小小年纪怎么会说出如此狠心的话 秀琳告诉玄又 德琳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成为音乐剧演员 这次的试验对她来说真的很重要 请求玄又暂时不要去打扰她 玄又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让德琳好好为演出做准备 如果剧团的人要为难她的话 就找泰晶帮忙 她是她最坚强的依靠 德琳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是自己狠心提出分手的 但是当玄又说出不会再见面时 她的心很痛 她追了出去却已经看不到玄又的身影 彩排时德琳的表现让大家惊呆下巴 就在德琳忘情表演时 玄又突然出现 德琳开心至极 然而这只是她的幻觉 清醒过后情绪低落 德琳恳求重来一次 被泰晶严厉拒绝 这天晚上 玄又醉醺醺来找德琳 她还是不想放弃德琳 德琳让她不要再这样了 她也很痛苦 为什么要这样做 玄又一把抱住德琳 她也想过不再见德琳 但是却无法做到 喝了酒后就不自觉来到这里 而两人抱在一起 却被德琳的爸爸看到 她吓了一跳 这丫头在街上 这是在干嘛呢 没等她缓过来 却看到更加让她惊讶的事 和德琳抱在一起的 居然是玄又 一路上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 一直徘徊在她脑海里 见德琳回来 她生气将德琳拉进洗衣店里 质问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看着像是自己认识的人 德琳告诉爸爸那是她的前男友 也许是长得像吧 大晚上的你也看不清楚 不死心的德琳爸爸 还是决定调查清楚 她来到玄又的律所 开门见山询问玄又 是否认识自己的小女儿德琳 疑问才证实了自己并没有看错 玄又告诉德琳爸爸 她和德琳已经认识有段时间了 并且自己非常喜欢德琳 也是最近才清楚秀琳和德琳的姐妹关系 这让她感到非常苦恼 见德琳爸爸惊讶的说不出话 她急忙表示非常对不起 同时请求德琳爸爸原谅自己 德琳爸爸气冲冲离开律所 这是造了什么孽让她遇见这种事情 玄又因为和德琳分手 一蹶不振每天戒酒消愁 现在的她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 秀琳知道此事后劝说玄又不要离开 玄又却觉得喜欢一个人原来会这么难受 不仅没有拥有爱情 还一直伤害着另一个人 她决定在德琳知道一切前 把事情做个了断 不想让她因为这些事情而受伤 她忍不住来到剧团偷看德琳 见两人有说有笑 她的心里是很痛 不过看到德琳开心就够了 德琳似乎感觉到了有人在偷看她 然而玄又躲了起来 爱而不得的感受这也太虐了吧 德琳回到家后听说姐姐要放弃律所 她问姐姐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秀琳表示是该放手了 德琳不解 姐姐那么喜欢那个人为什么突然要分手 秀琳告诉她 曾经自己以为爱情也像学习 努力了就可以得到 但是她现在才发现 人心不是努力就可以得到的 傻丫头还在劝说着姐姐 他们家人那么喜欢你 相信她会回到你的身边 所以不要再想着分手的事了 秀琳惊讶问道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了吗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德琳告诉她 之前去律所时看到桌上名牌才发现的 她这才意识到 妹妹这么狠心提出分手原来都是因为自己 德琳表示 自己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 姐姐觉得很对不起妹妹 德琳却让她不要告诉玄又 反正自己已经和她分手了 秀琳表示 从始至终玄又喜欢的人都是德琳 德琳则是觉得玄又不会坚持多久 只要她不知道真相 谁也不会知道 这样就没有关系了 另一边 玄又决定出国前再见一见德琳 玄又告诉德琳 以后不要因为自己 或者因为别人再这么痛苦了 再来希望她的饰演顺利 一定要成为女主人公 以后也许不会再相见了 不管在哪 她都会为她祈祷的 德琳忍着泪水问玄又说完了吗 说着便离开 这时候的她泪水已经止不住了 等玄又走远后 她才有勇气回头看 秀琳出来时正巧看玄又远去 见妹妹哭得如此伤心 她决定告诉德琳 玄又要出国的是 秀琳告诉她 玄又每次只要特别伤心时 就会出国 而且一去就是好长一段时间 德琳则是询问 为什么姐姐没有去挽留她 姐姐表示 她怎么去挽留 玄又现在真正需要的人不是我 现在还来得及 你去挽留她吧 不能就这么让她走 德琳觉得 去挽留玄又的人应该是姐姐 拒绝了秀琳的好意 回到房后却偷偷在哭 姐姐告诉她 你这么痛苦 如果她再也不回来的话 你该怎么办 见妹妹如此伤心 姐姐感到非常愧疚 同时也很势不解 为什么这么心痛还要放弃她 德琳泪流满面 随即两人相拥而泣 隔天一早 玄又便开车赶赴机场 秀琳来到律所时 看见她留下的纸条 她赶紧打电话给玄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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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扔掉耳机 她又惊讶又生气 回想着曾经德琳对她所说的狠话 她的心在滴血 原来这个满眼都是她的傻丫头 独自承担着莫大的痛苦 她想过千万种被抛弃的理由 也许真的如她所说的 是因为她和她的家人 也许是因为在她心里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是因为她喜欢上了别人 但是她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那天晚上她表示自己也很痛苦时 她还不明白明明痛的人是自己 被抛弃的人是自己 现在她才明白这个傻丫头的用意 德琳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在会议室内回想着姐姐所说的话 她一想到玄又可能不会回来了 拿起手机就想告诉玄又真相 同时也纠结着 如果这样的话会再伤害到姐姐 泰金告诉德琳 今天玄又已经出国了 她觉得应该要告诉德琳 毕竟玄又这段时间过得很痛苦 同时让德琳要专心准备饰演 这也是玄又的一个心愿 德琳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觉得很对不起她 自己对她太狠心了 明知道不该那么做 但是不那样做的话 自己没法狠下那个心放弃她 回想之前最后见玄又时她所说的话 即使要离开前关心的还是她 德琳哭成了泪人 她失落走在回家的路上 玄又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德琳表示 不是听说你已经出国了 怎么出现在这里 玄又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她跟着自己走 一路上德琳时不时看向玄又 问她话时玄又默不作声 德琳询问这是要带她去哪 德琳的回答就是 不要再说话 她把她带到了之前 约会时的地方 你也讨厉害 最特别有语言 你最狠心的人 尖感到他 我一样的父親之外 父母都很多似 permite 父母都可以失败了 父母就反正好 父母是女孩子 似书的父母都快乐 但女生 直到一番关系观点 一遍